而接着政代表叶维奇则是针对了封年记忆补助款 在疫情期间一座部落防疫经费咨询使用情形 另外目前各个部落也都陆续补办封年记忆 却因为政公所向部落表示 有记组才能领补助引发了部落族人的不满 叶维奇也动怒跑红政公所不尊重部落 除了县政府的联合封年节 玉里正各部落也在疫情趋缓的时刻 以记组等不同形式重新办理封年记 不料却沦为有记组才领补助的传言 引发族人不满 政代表叶维奇 在今天政代会联合咨询议程中动入破红 消费我们 明年不用办了 其实很多部落都可以自办 因为他们的经费也多过你们给他的 我在想我们要的是什么 尊重 尊重部落 不仅如此走在今年5月份因疫情严峻 玉里正各部落决定停办顺言封年记 叶维奇也在当时会期上建议 封年记补助经费150万元作为部落防疫之用 也发挥很大的效用 但对于经费的运用 叶维奇也强烈质询 让你们给你们钱雇工 我也希望是雇的工是我自己部落的人 你们提供消毒用品 消毒器具 消毒器具 给我们的部落 雇工给他们 三不五十要消毒 科长 我记得很像我应该是跟你提醒 我跟你提点过 另外对于育成部落聚会所 新建工程计划进度 以及预定地环境清除问题 叶维奇也提出质询 要求政工所能加快脚步来推动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